大家好,我是妙招姐 今天妙招姐来教大家几个挑选菠萝的小技巧 第一,看叶子 同一个品种的菠萝,我们要选叶子长的,不要选短的 叶子越长,说明生长的越好,吸收的营养就越好 口感也会更香甜 第二,看果心 我们要选菠萝底部果心新鲜的 千万不要选发黑的 底部果心发黑的菠萝 你切开后,里面的芯也很有可能是发黑的 同品质的菠萝,我们还要选果心小的,不要选果心大的 果心小的切开后,里面的硬芯也更小,果肉会更饱满 第三,看果眼 菠萝的果眼越大就越成熟 果眼小的,一般都是不成熟的,口感也会差很多 第四,看颜色 同一个品种的菠萝,颜色越黄,成熟度就越高 那如果你买来要过几天才吃 也可以考虑买偏绿一点的 第五,闻气味 两个差不多的菠萝,我们闻一闻气味 果香浓郁的,会更成熟更好吃 那之前妙招姐还和大家分享过 菠萝与凤梨的区别和菠萝不去皮不挖盐的切法 大家只要微信公众号搜索妙招姐 然后关注后回复,菠萝凤梨和切菠萝就能看的哦 除此之外,大家关注妙招姐还可以看到500多个 实用有趣,省钱省店,便费为宝和各种手机技巧的小妙招 要是你觉得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就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吧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